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主要做這個活動是希望拋磚引玉 希望大家在每一個生活空間 我們最早從社會企業責任 一直到CSR 到現在ESG 不管是做社會責任還是做環境保護 大家都盡自己的一片心裡 而去做公益 那也希望這個拋磚引玉 能夠引來更大的力量 那引起大家更多的支持 很高興今天又來參加我們協會舉辦的 企業聯合愛心晚會 那在郭育傑理事長 2016年承擔這個重任之後 一直到現在是6年 我想大家也看到 他非常的用心投入 不只是再次的 把大家的相信力 凝聚起來 走進許多偏鄉 服務地方 而且從事公益 非常令人感動 而今年 我們特別 與我們育幼院 體會育幼院 一起來共同參與 愛心捐款 暖心公益送餐 這樣的一個活動 跟我們創新生機 一起合作 提供他們研發的產品 來義賣 把這些款項全數捐給我們育幼院 我想這份愛心 真的讓人非常非常的感動 醫護們都很辛苦嘛 然後大家也很踴躍的 有去送物資啊 院長有跟我反映說 醫護們就是特別喜歡肉骨茶這樣子 那我做了兩款 一款是胡椒口味一場 一個是那個藥膳口味 馬來西亞口味這樣子 謝謝 謝謝